内部保林尼奥在套 但这下 连军没有给好 底线向强突传起来 好球啊 范家琪把球没收了 今天的比赛也欢迎大家 在这部间踊跃发送弹幕 再交过来保林尼奥 一对二成功甩过去 到了45度 左脚搓过 看这次头九宫门 远端还有再摆过来 这下可能先出界了 这样才能给广路城的这种防守 带来压力 如果都站在这 这种横传回传 很难形成突破 是 看外面有没有远射 巴加斯调整 换右脚 直接打了 要的就是这一下 并没有出界 但是可能有推认犯规 这个球展现出来 空档其实不大 这个空间呢 也就是这点就能起脚 这也是技术清拳 非常喜闻的位置 横向一波 这种内切的方式 兜一个圆角 全盯人防守 到中路投球 二点再抢 李迪向 球员体力 包括能力上 和盖上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 看这次胸不停 能不能转身 挑过来 高点 投球 一个回头望月 如果刚刚这个 这一点啊 看看莱克怎样去挑 是不是善于打地面的无垒 更适合这样的节奏呢 也许下半场有机会出场的 看这次来了 给高球 有了 球进了 32分钟 王神超 帮助上海港 打破僵局 我们刚刚就在说 这种变量 这种突然性的传球 是海港需要 看一下 就是足够的时间 我看 得漏掉了身后的人 这就是NBA在 进行人的牵制力 带走了防守人之后 在远端 宁安已经被吸引掉 那王神超 就没有人来管了 差进来的得分 其实这是宁安 经验的不足啊 不看年龄资历 看表现政策的 一个收益者了 我们看 现在随着广东城 阵型的前移 海洋有一些尘差了 可以利用后卫 身后的空间 对 现在远端 两个人空了 举手 这下单掌拖出 这个双度很关键 利用这个球 这个位置 高空 拿到了第一个进球 看个人能力 对 其实巴尔加斯 这能力非常强的 N.1 大船一腾 空了 往上上来 给内部推过去 先调整 领一下 下地再强行打 有了 向前这下是非常好 我们看 这个球 有点 逃离之间 对 我们看一下 这球射得非常漂亮 近角 又是什么样的 上角 判定 对 那如果是这么去看的话 可能没有在查 N.1越位的情况 对 其实手球 也看 也看了 也在看 也在看后面 我个人感觉 前面这个手球是 就是看火没火力 而且没问题 人认为肯定是 手没有这个张开 看这次 二打三 怎么处理 调整一下 滑倒了 胡顶打慢 打到门逛上 自己也觉得非常可惜 我们看魏震 魏震关键时候滑倒了 给了 再来看 对 双眼的配合 吉尔 吉尔梅 这一角传球非常的漂亮 最后 下地铲球 去封堵的时候 铲到队友了 来看 这一脚 镜头没有跟上 但后续 肯定是铲到队友了 刚才也是利用对手 传球失误 断下来 把人家再推 左边路由李文君 中间交叉巴尔加斯 顺过来 进去里面 先扛 这下没有打上力量 巴尔加斯又插进来了 给过来 好的 这一下就打开了 再传 直接起 中间投球 二点先停 巴尔加斯再打慢 就进了 太舒服了 3比0 吴磊也要为巴尔加斯 这一脚爆肝 送上掌声 对 而且给我们看 巴尔加斯拿球 停 进来 作为广州城来说 你的这种二点的 进去前沿的保护 非常重要 如果一旦保护不好 对方形成这种射门 就是很好的进球机会 从后卫来说 他出身 肯定是非常非常不满 这种防守 视频 助理裁判 要介入 这个球还真的是 真的是越位 非常 这球跑的队员 因为传的队员 不可能看到越不越位 主要是跑的队员 要看到这个越位线 有一些着急 是 回看之后 这球越位在先 所以严峻宁这边 也是 严阵一带 就这种球 直接打门 严峻宁上轮 争取两位数 近十个 看着轻包带写 其实不容易的 立昂转过来 空档 磕一下 看看乌雷 这球错到了 怎么着也给你起出来 又来了 乌雷迪交换左脚 弧线球到远端 投球动门 好点 顶得比较正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